所以一定要記得呢 先在Visual Basic裡面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在這個模組裡面要做什麼呢 如果你今天要做兩個按鈕 那兩個按鈕就是 可能將來在這邊出現 也許叫什麼標準體重 一個叫清除的話 那做法上面 大概我們就是重點提示 重點複習一下 一一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的名稱呢 也許叫做 我看一下 我是放在 也許叫標準體重 那你可以把標準體重 用這四個字 把它輸入到插入程序裡面 插入到這裡面 按確定 那另外一個 也許你可以再產生那個清除的 一樣是Sub 所以特別注意 一定是Sub開頭 什麼名稱 一定會有一個End of Sub 這個是它一個標準的結構 所以以後如果是按鈕的話 反正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結構千萬不要錯 因為之前也有同學 有頭尾巴忘了 或者尾巴把它刪掉了 那就會產生錯誤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你要把剛剛的這些 剛剛這個公式 這邏輯 轉變成什麼 轉變成我們的 VPA裡面的邏輯 這個應該在第一階段 裡面有了 所以 這個有點像重點複習一下 那不外乎就是怎麼樣 第一個你要先確定幾件事 第一個 就是你的那個 範圍在哪裡 所以我們基本上 我的習慣是一定是什麼 for 用套公式 for i 等於 哪一列呢 第三列 到 第幾列呢 第六列 不過我通常不會打個6 我通常會打一個 就是 也許 按照姓名向下追蹤 那你可以打一個range h 括弧 然後 追蹤的話呢 就是 從這邊ctrl 向下 那也許是 放在b3好了 b3向下 那所以 這邊打個b3 dn and 最下面 然後括弧 它會 問你說 你要追蹤的 那個範圍 那因為我要往下追蹤到哪一列 因為我將來要跑到這一列為 為止 所以呢 我就是向下 括弧 抓到哪一列 點一下 打一個roll 或者你 因為你有時候打 點下去 它自動會提示 你用提示就可以了 然後 按個空白鍵 enter之後的話呢 那特別注意 你會發現我打的時候 都是小型 可是我enter之後 你會發現 如果你沒打錯 它就會變大寫 開頭 有沒有 for range 所以有的時候 你可以判斷 如果enter 奇怪 你的range 假如一直的話 還是小寫 那你要小心喔 可能你那個字拼錯了 OK 利用這樣的方式做 做一個那個 除錯了 然後再打一個ness forness 接下來做什麼呢 把剛剛的公式 那因為我剛剛做的第一個動作就是 先做上面這個公式 那這個公式是抓上面的身高 所以我要先抓到身高的話 一般是用sales 在回圈裡面呢 會用sales 去抓到ide的哪一欄呢 C欄 然後呢 去做什麼事情呢 將來我要輸出啦 F跟這一樣 應該是先打那個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F欄 輸出到這一欄 所以我將來的話呢 就是 這邊打一個F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是蠻固定的做法 等於什麼呢 等於剛剛的公式 升高的平方 那一樣空格 這個 這個就是平方的意思 OK 然後乘上22 啊記得習慣上VBA跟那個在資料BENG列最大的不同就是 只要你做任何事啦 中間乾脆都把它空空空白一下 因為VBA 他就是要你空白 這兩個規則不太一樣 然後除以1萬 不過 OK好 那你移開看看 這個就OK了 那基本上 如果你現在執行 他會幫你做沒有區隔男女的結果 把它輸出看看 OK 你有沒有發現輸出了 那輸出之後的話 但是 我們還要做 如果判斷男女的話 接下來第二個步驟就是 IF 什麼呢 哪一個儲存 哪一欄呢 1欄 所以你這邊的話呢 可以把1欄的敘述打上去 那1欄的敘述的話就是Sales I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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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如果等於女生的話 那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VBA 跟那個公式的敘述不太一樣 兩者 我想你就慢慢習慣 就可以做個轉變 然後呢 then 做什麼事呢 那公式 輸出的公式不同 所以呢 then你這邊可以 我習慣是把那個 結構先打完 這個我想在前面也有做說明的 那我現在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的公式拉上去 因為我的上面這個是女生 按個TAB鍵 那我需要做什麼事呢 如果是女生 這個是女生的邏輯 那我就怎麼樣呢 就是當它乘完之後 我再乘上1.05 那最後的結果呢 我又希望呢 再把它怎麼樣呢 做一個Round 所以呢 其實做法是一樣 跟剛剛的邏輯是一樣 只是說在VBA裡面把它做完 那在VBA裡面呢 一樣會有個Round的函數 這個Round的函數 跟剛剛的函數呢 是名稱是一樣的 不過只是說 所以